武库是国家的重要设施,会有重兵把守,所以里面会放一些国宝级的藏品是很正常的。 上面提到的那三样物件中,刘邦的斩蛇剑,孔子的木鞋,这被当作国宝来收藏都很好理解,可王莽的头怎么也当作国宝传承下来了呢? 这还正有点意思,大家都知道,王莽是新朝的开国皇帝,公元八年时,他篡夺了大汉的江山,自立为帝,把汉朝分为了东汉和西汉。 王莽在篡位之前可谓是一个完美的人,他道德高尚,为人谦逊,人们都视他为圣人一般。 当王莽篡位后,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善于权谋的乱臣贼子,于是反对王莽的滥潮一发不可收拾。 汉书《王莽传》中记载,公元二十三年,王莽被庚使军所杀,当时王莽先是被一个叫杜吾的商人杀死,然后又被军士砍下头颅,身体被肢解,头颅最后传到庚使帝手中。 庚使帝让人把王莽的头悬挂起来势众,老百姓对头颅又进行打击破坏,甚至有人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吃掉了。 从此可以看出,老百姓多么痛恨王莽。 从时间上来看,王莽的头颅是公元二十三年被割下来的,到晋朝五枯失火,经历了两百七十二年,经历了东汉、魏、晋三个朝代。 可是这三朝皇帝为什么要一直收藏着王莽的头呢? 原因就是,自行以来,王莽是第一个被砍头的皇帝,这太有教育意义了。 队内可以教育皇室,如果不好好治理天下,那人民是可以推翻暴君的。 队外可以教育臣子,如果谁对皇室不忠,企图谋朝篡位,那王莽就是他的下场。 就因为王莽是被砍头皇帝第一人,所以他的头颅就这样被保存下来。 可惜那个傻子尽会底,不但丢了西晋的江山,还把那么多国宝也给烧毁了,否则王莽的头还能继续往下传。